小儿蓝尾炎应该是小儿在腹部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这个要说它发生的原因实际上由这几个方面可以解释的 一个是小儿的蓝尾它长得解剖的特点 那就说蓝尾它是一个盲带的器官 就是说它的近端跟盲长是相通 而它的远端是一个盲短 由于它管腔还比较细 而小儿相对的跟成人比 按它的年龄它都要蓝尾既长又会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长腔里边的内容物或者小的分时 假如说进入到蓝尾腔里边 它很难再退回长腔 这个应该是它发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其他的比方说过去提到是场馆的蠕动的紊乱 比方或者出现腹泻 或者是过去还有一种提法叫长细膜的淋巴结炎 这些和蓝尾炎的发生到底关系有多么确切 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 所以蓝尾的总体上来讲 一般认为它经常出现 与它的先天性的这个解剖结构 就长的这个样子有直接相关的作用 我能够洗好吗 神经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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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经病